提到福建,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武夷山、敏南化、古浪宇、敏江、南少林、霞浦、客家人、奢族人、永定土楼、严妇、冰心、沙县小枝、安息铁观音 是的,福建有着独特的自然景观、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 历史上的福建先后属于敏越国、敏中郡、建安郡、敏州、福州、福建路和福建部政史司 福建之名始于公元733年,唐玄宗年间,当时设立军事机构福建侵略军事 福建即从福州、建州、金、建欧市各取一字组成 福州、建欧都曾经是福建省会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全省大部是山地丘陵 西边是武夷山,东边是大海,封闭的自然环境,是上古时代的福建开发较晚 尽管如此,历代中原人依然可以通过武夷山矮口或海陆进入福建 山川祖阁移民时间不同,使福建成为全国方野最复杂的省份 闽南化、闽东化、闽北化和客家化,互相之间几乎无法交流 下面进入本视频的主题,福建人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 在远古时代,福建大地上就有原始人生活 由于山川祖阁,他们与外界几乎没有来往 在古代典籍中,关于福建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周里下官 遍其邦国、都、彼、四夷、八蛮、七米、九豪、五融、六敌之人米 七米是指生活在福建的七个原始部落 周里把米、和、夷、蛮、豪、并列是华夏人对周边民族的歧视 但从侧面体现出福建尚未开化,与中原缺乏交流 在古汉语中,米字最初指长蛇原始部落的米人 大多信奉蛇神 一直到战国时代,强大意识的越国被楚国消灭 有一批越人不愿沉浮于楚国 他们迁徙到福建 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 并与当地米人融合 在福建建立米越国 这是福建境内第一个政权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发起南征百越的大规模战争 最终将广东、广西、福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 并在福建设立米中郡 不过秦朝并未对福建进行直接管辖 而是由敏越首领无助管理 敏中郡享有高度自治权 在其末的楚汉之争中 无助站队刘邦一方 在军事上协助过刘邦 从而受到西汉信任 在无助的历经徒治之下 汉高祖五年 敏越国得以复国 以野城为都城 也就是今天福州 敏越国不断发展壮大 引起西汉担忧 汉武帝接败修奴后 派朱满臣消灭公开反汉的敏越国 敏越国享国92年 汉武帝对于统治崇山俊领的福建毫无兴趣 但又怕彪悍的敏越人造反 于是把敏越人强行迁徙到江淮之间 从此 福建最早的主人敏越人 却在福建消失了 在此后长达300年的时间里 福建是一片荒芜人鹰之地 只有极少数驻军留守侯官 部分为迁走的敏越人 进入山区 沦为远离完明的山岳 福建长期没有设立眷居 连唯一的东智县也到西汉末年才设立 从方言地名人种来说 广东浙江保留了不少古代百岳人遗存 但福建人的敏越遗存却几乎没有 从东汉开始 渐渐有少量汉人进入福建 但一直到东汉末年 福建也仅有区区4万人口 进入三国时期 东吴的军队五次入敏 在明北经建欧市设立建安郡 开发经营建安长达数十年 经过孙吴的开发 福建的限制达到九个 进入西境后 拆分建安郡为建安 近安两郡 到西境末年 中原出现巴王之乱 最终导致永家难度大规模移民 尽管移民的主要目的 在江苏 安徽 湖北 但也有少量进入福建 据九国志记载 永家二年中州板荡 一关驶入 明者八足 黎 黄 陈 郑 专 丘 和 胡 是也 以中原都市 为难怀居 古附北向 古六朝事官名记 鲜有文明 八姓若米 尤其是陈 黎 黄 郑 四大姓 至今在福建人口中 仍占有很大比重 有陈林半天下 黄正排满街的说法 不过八姓若米的说法 主要源自福建个性家谱 其实几乎所有南方人的家谱中 都有一关难度 跟在河洛的记载 以证明自己是古代名门望族的后裔 永家难度的总人口为九十万 迁入第一期中在淮河 长江之间的区域 舍尽求远迁徙到福建的人口 数量应极为有限 唐高宗时期 闽南南蛮经常发生叛乱 大唐任命陈正为岭南行军总管 率领五千六百名 以河南顾史籍为主的士兵 从江西进入福州 泉州平定叛乱 平定之后 大军并未回到北方 而是长期驻居福建镇首一方 陈正的儿子陈元光 建议大唐在九龙江一带 设立江州 最终他本人成为江州首人太守 满黄之地的江州渐渐开花 陈元光也被后人尊为开张圣王 由于故事陈氏老家 以山西上党为巨旺 在他们心中 九龙江就是上党清涨水 从而称九龙江为涨江 这也是涨州地名的来历 陈氏家族从河南故事带来的士兵 后勤人员成为很多福建人的祖先 许天正 卢如金 李伯瑶 张虎 沈士忌 这些陈正 陈元光的辽属 后来都成为福建各大姓氏的 开机始祖 据新编《故史限制》记载 当年那批评判的人马中 一共有84姓 如 陈 许 卢 戴 李 欧 马 张 沈 黄 林 正 如今你在福建很多地方 都能看到敏王祠 每年都有纪念敏王的祭祀活动 活动还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在敏王的故乡河南故事 有一则古色古乡的开敏三王纪念馆 开敏三王是怎么回事呢 唐代末年爆发皇朝起义 一时群雄并起 天下大乱 河南故事人王旭带领一支五千人军士 从中原南下 经过江西干江进入福建厅州 随即割去自首 不久 暴虐的王旭被王朝 王沈之 王沈辉 三兄弟推翻 王朝既任厅州刺史 三王的势力慢慢壮大 先后把江州全州占领 接着北上把福州据为己有 最后王沈之把整个福建吞并 成为五代十国中的敏国 他的邻居是割据浙江的吴越国 割据广东的南汉国 王氏建立的敏国享国五十三年 当北边处于军阀混乱时 偏安易于的福建 免于战火 促进了福建人口和经济的发展 福建的省域观念是在敏国时期形成的 王沈之后来被尊为开敏圣王 唐代之前的福建开化程度较低 王氏致敏后 福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后来宋太祖赵光颖称在王沈之 八敏人祖开敏第一 由于三王入敏率领的五千名军士 核心成员多源自河南故事 所以敏人称祖者 节约光州故事 至今仍很多福建人到河南故事的 三王纪念馆寻根问祖 据故事县史制研究室 历史姓氏显示 随三王入敏南下的军士中 一共有王 陈 林 刘 郭 谢 吴 张 皇 周 许 杨等五十多个姓氏 王沈之建立敏国之后 大风开国功臣名将 所以这批姓氏很多成为福建贵族 人口迅速繁衍 不过如果认为福建人的祖先 大多源自故事 未免太绝对 故事只是河南省信仰氏的一个县城 三王率领的军事中 除故事人外 还有来自洛阳 开封一带 甚至江南一带 此外 五代籍之后的福建人 存在大量冒集故事的人员 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开明圣网 王沈之 优待故事人 二是故事人很多成为福建贵族 社会地位较高 三是五千军事南下福建前 集体出发地 是故事 打开中国语言地图集体的福建省方言 你会发现 福建大多数地方都说民语 唯独闽西不说民语 而是和干南 越东一样 说客家话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历史上 闽西开化时间较晚 直到唐代中期才设立 周级行政建制 听州 但在很长时间里 当地土著满了 仍占一定比例 而始至乱后 大量中原人难逃 其中一部分迁至江西中北部 这批客家先居定居数代之后 到唐墨玉上皇朝起义 为了避难 他们继续南先至 干南 闽西一带 对于闽西客家人而言 西纪末年勇家之乱迁入者极少 从唐墨五代开始迁徙规模变大 真正最大规模的客家先民迁入 则在南宋 静扛之乱之后 宋朝京城从开封迁至杭州 但金兵的逼迫并未停止 南宋龙幼太后率六宫至江西避难 但金兵很快就攻破南昌 龙幼太后再难逃至干州 金兵的南迁给江西中北部带来深重灾难 他们为了避免死于战乱 往南逃亡进入干南 闽西 从而使干南 闽西的人口 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 从而导致客家闽西最终形成 客家先民进入闽西 主要分为三条主线 第一条 朔干江而上进入干南 生活术代之后再迁入闽西 第二条 沿着府河须江 进入干南东北部和闽西 第三条 越过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交界处的 仙峡岭沿武夷山东路南下进入闽西 从交通角度而言 尽管干南和闽西隔着武夷山 但并非不可翻越 在高山之间有些矮孔 如从石城通往银化的占领矮 从瑞金通往长厅的桃园东 从惠昌通往长厅的水星东 这些矮口成为客家先民 从江西迁入闽西的主要通道 值得一提的是唐末王旭 王朝率领的武前军事 虽然进入福建的第一站就是闽西 并且以此为根据地 进而南征闽南 闽东 但他们大多是闽西的过客 并非客家人的祖先 进入明清时期 福建人口迅速繁衍 从而由过去的地广人西 变得人愁地下 尤其是福建多山区 可公众的土地面积有限 迫于人口压力 福建开始向外地输出人口 输出人口的方式有三种 一是向福建零省输出 包括广东 江西 浙江等 他们大多是勤于开垦的农民 由于本地已经无土可耕 所以四处寻觅可耕之地 如神眼克的祖先 就是来自长廷的克家人 勤出的时候 潜入江西西北部的修水县 由于这批移民在垦直时 就地在山区搭棚居住 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彭敏 二是移民台湾 福建和台湾只隔着一道台湾海峡 早在宋元时期 就有不少闽南人 渡海兼至澎湖列岛 繁衍很独带 也有一部分到了台湾本岛 到明末郑之龙占据台湾时 开始组织大规模的 闽南人进入台湾开墾 到了郑成功时代 军队和汉人移民数量 已达12万 与岛上的土著人口相当了 再到清初乾隆末年 由于官方取消海禁 福建闽南人 广东潮汕人和客家人 大量涌入台湾开荒 并且定居下来 其中以漳州人 泉州人为都 三十日下南洋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是最早的华人移民 大多是闽南人 越人 客家人其次 一方面 福建有着巨大的人口压力 有着向外输出的需要 另一方面 东南亚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 需要大量的人力去开发 此外 东南亚沦为殖民地后 西方殖民者为了发展经济 获取利益 也大力鼓励花工前往 从敏韵人 八姓入敏 陈元彪 征满 到三王入敏 客家人南迁 再到夏南洋 读到这里 福建人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 相信每一位观众 都有了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是